特朗普政府宣称,小四七月六日起,对约340亿美元,进口自中国的商品加征关税,正式实施时间将是美东时间,周五零点零一分北京时间十二,零一分,起,从发起对华301调查,到抛出加征关税清单,再到即将启动的加征关税措施。 特朗普政府一意孤行,调起对华经贸摩擦,不仅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批评,在美国国内也不得人心。 美国大道协会的农民会员,三月纷纷在社交媒体推特和脸书上,发布各自农场的照片,并贴上直面关税的标签,提醒美国政府,他们将是中美经贸摩擦的受害者。 中国是美国大道第一大出口市场,对华出口占到2017年,美国大道总产量的近三分之一。 美国大道协会主席海斯多费尔说,我们需要继续同中国做生意,而不被这些关税措施所干扰。 美国商会7月2月发布分析报告说,美国政府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,其实是对美国消费者和企业征税。 让他们为日用品和原材料支付更多费用,而其他经济体对美国的报复性关税将使美国出口商品价格更高,销售减少,最终导致美国国内就业减少。 美国商会会展多诺获警告说,美国加征关税,将招致更多关税报复,导致贸易战,伤害美国就业和经济增长。 他敦促美国政府改变现行政策,采取更明日,更有效方式,解决与贸易伙伴的争端。 来自美国商界、农业、绿所、智库、行业协会的肚营代表,不久前在华盛顿出席听证会时表示, 大便对华产品加征关税不仅无助于解决美中贸易问题,反而会伤害美国企业和消费者利益,甚至损害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体系。 美国州农业部联合会执行主任内曾鲍恩在听证会上表示,该协会反对美国政府执行对话关税计划, 美国农产品不能失去中国这个重要出口市场, 内中双烟磋商与谈判才是解决贸易问题的更有效方法。 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副会长林达登普希在听证会上说, 虽然关税举措将给一些企业提供短期保护, 但全国制造商普遍对加征关税可能损害制造业就业深表担忧。 美国智库阿尔街研究所贸易政策顾问克拉克帕卡德在听证会上说,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世贸组织成立后, 美国政府已同意通过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贸易摩擦。 他指出,美国政府绕裁世贸组织对华加征关税, 将违反国际贸易法, 并损害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体系。 中国作为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产业链的重要支持者和参与者, 很多出口产品都是在华外资企业所生产。 据分析,美方公布的所谓三百四十亿美元的征税产品清单中, 有约二百多亿美元产品由在华外资企业生产, 其中美国企业占有相当比例。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表示, 如果美方启动征税, 实际是对中国和各国企业, 包括美资企业的征税, 美方措施本智商打击的是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。 简单来说, 美国是在向全世界开火, 也是在向自己开火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放闻TT 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我们下期内, цо简单来推測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